是有作用的 来 我们进入车上经商课堂 你回答这种问题应该比别人强 我们来看看你的答案 刚进公司不认识上级领导 领导在旁边指挥 这么做 那么做 你顿时来气 当着所有的员工面说 不懂 别说话 你说完了啊 贾尘已经说了 事后你怎么着不 就是事后的话 第一 道歉的同时 拿着我这两个方案去给他说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不但有想法 还有办法 不然的话 就即便是像现在 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我事后给他说对不起 我觉得不可能解决 这个刚才跟你那个捧花 给杨总的这个感觉 就差距很大了 因为你首先要处理 跟领导的情绪的问题 因为我设身处地地去想 你这样其实已经侵犯了 我的权威性 我觉得你应该在现场 就要道歉 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 如果当场道歉 第一个我觉得无效 第二个 那您的这个权威 下面就没有办法执行了 你的权威有了 那老板的权威 你领导的权威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 为什么还要考虑自己的权威呢 对啊 一个公司里面 有些执行力出来的话 不是说我听领导的 我下面的人就会听我的 一个主间级别的人来讲 其实他应该是 站在更多的角度 和更圆滑地去处理这个事情 反而的话 他会是说 我想把这个事情 等一段时间 再拿一个方案来证明我是对的 其实这种的还有的时候是一种画车天竺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他还是比较享受自己的那种位置感 这个问题如果遇到的话 我起码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一个陌生的人进来 我首先要先问他是谁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个任东白可以回答一下 我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坦诚派的 我遇到这种情况 我肯定就会说 哎呀 这个不好意思 我这个没认出来 我刚来不认识 我以为是哪里来的一个同事 就是不相关的人 在跟我的部门在布置工作 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才是我发脾气的原因 首先我发脾气不对 而且更何况那个是冲着公司的领导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问题 以你上台一直以来的表现 其实你刚才的回答 我也挺诧异的 我本来以为你会有一种 非常灵活的方式 但是我没想到你的答案 居然如此生硬 因为这就是硬式 所以这也不是我 我起码 首先我不会出现 我觉得你不会这样 对呀 我觉得他是被刚才 吴胜气糊涂了 节奏乱了 没有 我个人认为 因为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只是以事论事 这是我的观点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 还有一战争 我在这个行业 还是比较专业的 可能在于某一些 所谓的匹配上 没有匹配到 各位企业家里面的点 你坐那儿 好像有点江泰公的意思 来 直接进入谈谦 今天不上感情 你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那么我这两轮 我都没灭灯的话呢 也是想就对你的这个 表示一个支持在这儿 人事部部门的负责人 我们现在都有 非常好的人选是在呢 但是呢 你如果愿意 我们门店的总经理的话呢 这个位置呢 我们是有的 薪资现在是这样 就是基本工资 我们现在只能给到一万 对 它的综合的收入的话 应该可以在 这个一万五以上 要根据那个 那个门店的业绩 拿提成的 你心思还要谈吗 不需要 那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苏巴酒店 我过去之后的岗位的 接生通道 门店的总经理 这个往上发展的话 他可以管 未来就是管公司的 这个一个区域的运营 然后再往这个区域的运营 再往上走的话 去管整个公司的 好比某个区域 或者某几个大区的运营 或者最后到运营副总裁 就是大概是 这样的一个精神通道 考虑一下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苏巴酒店或者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你觉得今天失误在了哪儿 我不觉得我今天有什么失误 作为一个HRD 他有责任去把自己的 这个我们所匹配的 一个价值说出来 至于台上这么多企业家 或者是说收看我们节目 也有很多企业家 价值观不相同很正常 我觉得其实他今天 灭灯灭成这样 其实真的挺奇怪的 任农柏你觉得呢 这其实他的确是个 人力资源老炮 至少他有相当成熟的工作经验 而且他要一万五 性价比很高 除了要政治之外 对 确实自己的定位 和他的期望 还有他现在的那年龄 我还要提到这个点 这三者之间没有完 特别好的匹配在一起 好 谢谢你 再见 没问题 那我们都知道 因为我们下车的